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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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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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一心爱慕韩熙的张月听到此话 竟毫不犹豫地将自己极要的长发全部剃光来到现场 向韩熙进行最后的告白 那么韩熙为什么会提出让追求自己的张月剃成光头 而面对为爱痴狂的张月 韩熙真的会来到节目现场吗 我们说什么都没用 如果她喜欢的人喜欢的李光头她就高兴 如果她在乎的人不喜欢李光头 待会有的哭一胡的 好 去吧 站好了啊 好 接下来我问他几个问题啊 如果这男生真的不来 他不会不来的 他真有可能不来 我觉得 要是 极小极小的概率他没来 你怎么办 那我就知道他什么意思了 什么意思 不喜欢我呗 第二个问题 她开玩笑让你理的头发 她说你真理的 她开玩笑 你会生气吗 她当时的语气不是在那儿 如果她只是开玩笑 好 请问你生气吗 生气 还好你有点自尊 第三 她跟你说她已经有女朋友了 你不回答我就不开门 放手呗 还好啊 还算是有点冷静啊 行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倒数五个数 五 四 三 二 一 行案件 刑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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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七 三 一点 四 四 五 五 你个倒霉孩子让人家理光头干什么 优优独播剧场——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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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跟我在一起了呢 韩西 我可以做你女朋友吗 小月 这两年你为我做这么多 每次 都是这样包容我 体贴我 我真是 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你们为我做的每一件事情 我都记在心里 我心里都很感动 我都明白 说实话 和你在一起 每一分每一秒都是开心的 其实 我冲你发皮 白脸子 年第二天还是 该对我多么好 对我多好 一直在付出 不求回报 所以我今天来也是 不想辜负你 我也想 告诉你我这两年 心中的答复 给你一个正式的交代 我 我强迫过自己喜欢你 像恋人之间 但是我一直感觉就像 对你的感觉就像 对妹妹一样喜欢 我觉得我们不合适 咱俩真不能在一起 不可能 韩西不可能 你要是不喜欢我的话 你要是不喜欢我的话 为什么在我肚子疼的时候 你要帮我带热水 你要是不喜欢我的话 你为什么在我发烧的时候 你还陪着我 你还把我送到医院 还守了我一夜 你都忘了吗 这些都是朋友之间可以做的 那你生日送我的这个 这个算什么 因为你当时送我的东西 特贵重 那我觉得女孩带着这个 那不是贵重 那是蜥蜴 对不起小月 我不用你说对不起 我真的一直把你当作 我好哥们 一直像那样对待你 我不想当你的哥们 我不想当你的朋友 咱俩只能做朋友 我为什么只能做你的朋友 你人很好 你对什么事都好 对身边人身边事都很好 但是感情不是强逼出来 就能有的 我就是过不了自己那关 否则我早答应你了小月 我哪里做的不好啊 你做的都很 我喜欢了你两年了 我知道你两年 你而不喜欢我 为什么不一开始告诉我啊 不想试试 你而不喜欢我 为什么告诉我 听了头就能跟我在一起啊 你而不喜欢我了吗 你而不喜欢我了吗 你为什么 要让我站在这么多人的面前 跟你表白 你再告诉我啊 我希望哪里不能做你的女朋友 你告诉我啊 你告诉我啊 你告诉我好不好 我可以说 你因为我怎么看 我为了你 我不是为了我 你不想看我 你怎么看我 你不想看我 你怎么看我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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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没想到 睡会纳到这 最后还是睡睡到他这个旁边 我问你张悦 理的一半为什么不理了呢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为一个人理头发很容易 但为一个人好好活着很难 这才叫爱 好吧张悦 你们各走各路 对不起小悦 两年间 张月极尽所能追求心中爱慕的对象 从不计较后果 也不计较暧昧后的真相 而韩熙因为不忍剪断两人的朋友关系 一直为正面拒绝张月疯狂的追求 而给她留下了无尽的幻象 尽管在现场 韩熙试图用自己的头发 为暧昧带来的伤害买单 但是最终两人还是不婚而散 所以在我们面对别人的爱的告白时 如果不爱就要坦诚地解决 这即使对别人感情地尊重 也是不计较